《太陽依舊升起》 是海明威的第一部長篇小說 《葉未央》是廢之劇 最後一本長篇立作 《午夜巴黎計畫》 來到精彩最高潮 第三部曲完結篇 《日夜大對決》 恩怨情仇 一次了斷 《午夜巴黎》出版計畫最終章 帶你深入兩大文豪的內心世界 他對文學非常堅持 所以《葉未央》其實算是他最 我覺得是他最棒的小說 應該算是他花了最多心血的作品 然後你可以從中看到他 對這個世界 對這個人是一種愛 看清楚大家愛看什麼 但是他的內在其實非常的脆弱 而且他 他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你在他的作品裡面 隨著你讀的他的作品 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會理解到這個人 其實過得很痛苦 本週異常世界 專訪兩家獨立出版社社長 深度剖析海明威和費茲傑羅的 愛恨情仇 每週一住 鎖定UDN TV 影響世界